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 薰的實況 我是薰 今天我們要來玩一點 屍體派對 性子的戀愛遊戲 然後最近很久沒有實況這個遊戲 因為最近一直都在實況物語的關係 好啦 那我們先繼續上一集的進度 上一集呢 性子給我們挑選了幾個戀愛喜劇用的劇本 不過全部都被梁樹退回了 因為那些劇情實在是太狗血了 所以呢 梁樹表示 我自己寫的劇本 就用我自己寫的劇本吧 那我們來看看他究竟 他所編的故事到底如何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這裡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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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女就躲起來,急著去教室 不要!遲遲遲遲! 咳咳咳咳 我看他要說什麼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有點久不好意思 匆忙的性子,在走廊的拐角處,轉角處,撞上的邊 轉角遇到愛 居然是你! 看來森凡真的被定位成是一個蘿莉控啊 是個上級生,就是學長的意思吧 好,請你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哎呀,一見鍾情啦 果然 不,那...謝謝 可以不要對性子有這麼多意見嗎? 不,因為他想要 那是真的嗎? 那是,為什麼我就是傻乎的相似 還不是因為他想要 啊,因為梁樹 因為之前梁樹有被性子拿一個賴打 逼過,性子跟他說 你如果不乖乖配合我的話 我就要再叫義雄去搬一桶汽油過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可是生賴沒有被這樣威脅 所以才會變成說兩個 兩個態度大不同 為什麼哭了 欸? 哦,性子產生的變化 很快就讓朋友們知道了 剛剛那句要念了 吃壞肚子 欸? 欸?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性子跟這麼多人 是同一個年級 並且看起來差那麼多 結果是同一個年級 這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吐槽了吧 和大家吃飯的時候 大家也都在意著性子的事情 為什麼我要一直吐槽呢? 雖然我也很想吐槽 但是現在必須忍耐啊 嗯,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女高中生啊 嗯 哦,好快就被發現了 於是 哦,看來是被大家看穿了 這也太快了吧 啊 哦,直接講了 欸? 居然連名字都知道了 可能是因為他會通靈的關係吧 小白臉 為什麼是小白臉 小白臉是什麼意思 聽了朋友們的建議 性子決定去找生反前輩告白 好快喔 這樣就告白了 找到時機 藏在走龍的轉角 躲在牆壁後面 望著生反前輩 呃,這很像性子會做的事啊 這是性子的風格,你也懂 真的 確實 但是 但是 愛的女人 大概是這樣的 兄弟們 在說什麼嗎 性子對這樣的劇情滿意嗎 沒有 別的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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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從剛剛開始都是笑笑的 噢 性子表示 嘖 嘖 那個表情 那個表情其實蠻經典的 雖然不是那種讓人恐懼的表情 不過可以看出非常非常厭惡 但是我看到了 身旁前輩有一個關係很好的女孩子 如果是杏子寫的劇本 可能現在杏子就會非常非常嫉妒他 然後就把剪殺掉之類的 但是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這是梁樹寫的劇本 我們要看看杏子到底會如何做出行動 來看梁樹風格的劇本 杏子接下來到底該 有什麼對策 來讓森凡看上他 看來在梁樹的劇本裡面他們兩個關係更要好 那個女人肯定是森凡前輩的女朋友 被這樣寫他當然會那麼生氣啊 不過這生氣好像有點 這表情 天啊有點可怕 平時就會放閃 啊好閃啊 我只好是在寫劇本的時候反擊啦 啊好閃啊 都說要戴墨鏡了 欸這又哭了嗎 唉 我剛剛是不是跳過一句話啊 喔好煩喔 我記得他剛剛應該是說性質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在梁蘇的劇本裡這兩個人是閃光關係嗎 梁蘇 你把自己寫的 好圓滿喔有必要這樣嗎 好啦我們要滿足他的慾望 等喔等一下等著跑完 兩人在校園內是恩愛的有名情侶 你也未免寫得太好了嗎 你也未免寫得太美好了嗎 我的天啊 等下一定會被吐槽 如果被布美看到那就更糟糕了 布美表示 欸其實啊其實我本來喜歡的是摺制的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後來我們兩個 能這麼圓滿的在一起嗎 因為 這劇本 是暗招線 呵呵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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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呢 是因為你寫的劇本吧 我從來告白了嗎 啊 啊 啊 兩獸 太想吐槽了啦 等一下一定會被吐槽 如果布美看到就更糟了 馬上被吐槽 妄想還是留在腦子裡 對真的不要寫出來 你講那麼大聲他會聽到我 好嗎 從學姐的話語裡好像得到勇氣的信息 對深凡學長發起了進攻 那 那個 森繫先輩 好 好 嗯 嗯 那 那 Sachiko 謝謝 很嬉 很嬉 我也覺得你 一直是可愛子 所以 欸居然成功了欸真的假的 好 然後 這樣 在校內有兩位最優秀的結婚 哈哈 等一下姐去哪裡了 森繫 Sachiko 和 我和 篠崎 的結婚 嗯 後面那個不需要強調 對 哈哈 居然被看到了 居然被看到了 居然 我最不希望的事情發生啦 他那個是黑花了嗎 哈哈 好可怕的表情 喔直接講討厭了 這真的是完全相反 這太悲傷了 這太明顯了啦 這就算是我我也不會這樣寫 啊 YOSHIKI 痾 痾 說起來了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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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還要說 這就是岩沼君而不是岩沼君的 也就是岩沼君 唉 果然 還直接講出來這太傷人的心了 欸? 欸? 我夢想的結束 這是RUN END 這是RUN END 為什麼 也沒發生什麼怪事啊 為什麼是RUN END DOSTE 同學們 我們只剩一個選項 我們只剩一個選項 你騙我騙了好久 你騙我騙了好久 我不管我要先選哪個都不行 我為什麼要去選恐怖系 不管我要選 我就不想選那個 你騙我騙了好久 我以為這是正常路線 就居然是RUN END 欸? 木偶小子寫成木偶小字 我發現錯字喔 劇本作家是誰 該不會是 甜酒帝吧 等一下喔 性質命令到 一盒再次離開了江坊 居然是你 居然是你 等一下你應該是寫假面騎士吧 假面騎士 變身 那些有病的劇本果然都是你寫的 片刻之後 他帶著革命回來了 其實不意外 因為都是有病的劇本嘛 等一下 戰力也是你寫的嗎 我這樣又有點想知道戰力寫什麼 不過算了我不想被想 所以要選哪個都不行才是正確的路線 這麼人家跟他抱怨嗎 人家革命就會黑話然後殺人 哼 今回のシナリオは死がテーマだからな 欸對了 既然革命在 就表示白痰高中的也全部都復活 因為之前 幾乎沒有什麼看到他們 不過現在看到了 那就表示他們也沒事 所以應該是全部 全部之前有死掉的人都復活 痾 性質 這是你下令的對不對 裡面阻止是死 這是你 這是你跟他講的對不對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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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那句話 你到底是光屬性還是暗 你到底是光屬性還是火屬性啊 我真的想知道欸 那是他的邏輯 那是他的哲學 那只有他才聽得懂 難得你會有這番說法 啊光榮退場啊 我想克命應該是不是會不爽的吧 是怎樣 要帶保全把他 那個架走是不是 果然 保全把他帶走 一盒抓著克命的後衣靈 拖著慢慢向門邊走去 克命被一盒拖著輸了獎堂 天啊他這樣還蠻可憐的 怎麼了 為什麼突然沒音樂嚇到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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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開始 哎呀 結果換成要剪來寫沒辦法 那個 梁樹的劇本 會莫名其妙導致run end啊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啊 只要請剪來寫 可能梁樹的文筆會帶來 會帶有那種run end的屬性在裡面 在裡面 怎麼了要寫你們兩個放嗓嗎 你們兩個在講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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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是他的 喔對齁 喔喔 性子的故事也許可以聽一聽 因為之前有病的劇本 可是克命寫 也許可以聽一聽 說不定他的故事也不錯 啊 所以 可能 可能 咳 點點點 為什麼從剛剛開始都一直不講話 欸 真的欸 而且還帶著一抹微笑 那微笑讓人有點不安的感覺 對齁 性子表示 今天我生日歐 對啊 他有這麼說過 也許可以先問問卡 不行再 再回局就好了 喔真的欸 被你們說中了 好啦 如果性子有要說他的故事 並且 那個故事已經開始要演了 我們就在那邊吧 我們在一起停掉好了 看 看狀況 しかし 看起來蠻擔心的 為什麼誰也聽不懂 看起來他自己在旁邊唸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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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怨的 哀怨的口氣 蛤什麼 哈哈 一盒起用 然後他等下就會 等下就會 心裡想著 如果你們再不聽性子的主義的話 我就要開始打人了 然後我就 開始 破壞東西之類的 欸真的欸 看來性子真正可怕的地方 是他有一個神一般的隊友 有一個可以Carry全場的隊友 讓大家都乖乖聽性子的話 這隊友非常的Carry 他這個隊友的ID就叫做柳屈義和 為什麼突然變偵探故事了 變來變去欸 也是不錯啦 但是要看是什麼樣的故事 對 少年探偵團 那種正義探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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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偵探 少年偵探團 為什麼感覺在某個 某個偵探動畫裡面 聽過這個名字 而且好像是一群小學生組成的 然後裡面好像有一個 好像看起來是 小孩 但是他其實是高中生 為什麼覺得好像在哪裡 我相信各位看官都知道 好 因為他是小學生 所以才會有這種想法 其實頗中肯的欸 他真的 他真的蠻同情大家 生氣了生氣了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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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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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演的是偵探劇 不過現在開始是在想偵探故事的 可能是劇情內容吧 所以我想我先在這裡 穿著檔然後結束這一集的實況 好啦那 來看看接下來 這個偵探故事到底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吧 好啦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 差不多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to the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個喜歡 想訂閱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掌握旁邊按個訂閱喔 從現在開始成為看光吧 The Audience 別忘了在影片下方評論區 也別忘了在影片下方評論區 有粉絲團的連結 去面按個讚 去面按個接收通知 好啦那我想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白米 我覺得苦女霸真的是很討厭的生物 又是一隻苦女霸 又是一隻苦女霸 HELLO HELLO 還好我有見